6月2号 宏达电股东会原本外界期待将会带来好消息 没想到先是股价跌破百元 股东会之后 宏达电又无预警下修财测 市值蒸发运有一兆元 偷下了震撼弹 市场见指宏达电的内耗王雪红经营失策 有趣的是 共通点都指向王雪红的过度轻重 身为经营之神王永庆的女儿 王雪红曾经让宏达电卸下了1300元的高价 如今却跌到二位数字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的专题为您剖析 预期减损约新台币29亿元 消息一出市场作恶 平面媒体力举宏达电的五大困境 固守硬体制造 泰湾在软体奠定稳定的基础 旗舰机命名方式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宏达电早期在手机市场大转之后 公司重压手机研发 宏达电欠缺关键零组件自己能力 以及后勤维修 无法与鸡骸策略同步 周刊更以高层内斗为题 一指前执行长周永银 以及财务长张嘉玲 因接班问题有嫌隙 加上证捉明天号欧米市场 张嘉玲请向中国及新兴市场 各自带领团队 开发主打高阶的M-Line 和中低阶手机M-Line Plus 两人思维策略不同 经常出了会议大门 执行单位立刻收到另一方通知 刚刚讲的不算数 宏达电内部有一些 这种所谓一些特殊文化的 一些干扰的问题 那我觉得可能会让宏达电 在这种所谓消费型产品 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可能会措施非常多 这个抢占先机的机会 财经专家谢金河也在脸书表示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任何现象的崩坏 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其实崩坏早就开始了 只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倒痛了已经跳不出来了 台湾年纪孤独地走在崩溃的路上 几年后的下场就是宏达电 宏辑的缩影 HTC是中国人所创业的品牌 希望将中国人创新与品牌价值的 坚实延续到全世界的一个角落 宏达电落难 许多评论凸显王雪红过去 对中国投怀送抱的姿态 2010年王雪红说 需要为中国人打造世界级品牌 2012总统大选前夕 王雪红以个人名义召开进者会 公开支持九二共事 助攻马英九送上总统大会 2014年遭周刊爆料 被指挥配合中共监控 金片留有后门诠释 尽管之后证实为乌龙 但市场已多所疑惑 2015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 王雪红与阿里巴巴马云 华为应证飞并列中国代表排名单 它毕竟不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 它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中国政府的影子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它要不要给你资源 要不要给你市场 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企业可以掌控的 当我们讲说台湾的品牌 在世界上不容易做起来 一定要靠中国市场的时候 这个十年前的逻辑 到现在证明是完全被反转过来 完全被打破的 所以你往世界去 不见得做不起品牌 但是你往中国去 反而一个品牌都没有做起来 网友也在报道文章留言 宏达电股价值直落 而王雪红入主TVBS是怎样 本业都顾不了 还搞副业 高估了自己 中共这个时候怎么不说HTC是不惑 你对宏达电还有信心吗 有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王雪红加油 同情 台湾人应该多帮帮他忙吧 祝福他们 也鼓励他们 我对于HTC 我非常有信心 宏达电传着今年各家公司老董出席股东会的 闭问题目 有些回答值得深思 怎么样能够积极的在产品的创新 在市场的策略部分 在做修正的调整 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本来做消费产品要面临挑战 问题还是行销 一个公司里面 是行销挂帅 还是技术工程师挂帅 这个要好考虑 他的生存脉络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必须要靠 这个中共的政权 在中国的市场 去取得相关的经营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 当然会 你要做一点兔死扶贝的感觉也OK 但是毕竟他们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也在借着这个免利 宏达店的同时 其实他们自己也在为自己这样的模式去找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 大陆网友则疯传宏达店将大裁员 幅度高达五成的消息 甚至传出中国品牌华卫 联想小米 分得了宏达店何必 对此宏达店都严正否认 不论华硕是否有望并购宏达店 宏达店股价上升来到八字头 反映市场期待 宏达店趁时发布 在台湾销破百万 成就流行时尚国民手机 要将台湾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市场 他现在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如果身为台湾人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讲 他都不认同台湾了 没有必要替他讲话 在大陆说 这是中国品牌 在台湾说是本土品牌 这之前就有听说过 就觉得这样观感也没有很好 信任两个这是品牌的基础 没有办法让人民认为 宏达店是一个品牌的话 他将来这个企业的经营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曾为亚洲女首富 登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 女性排行榜的王雪红 重回亲政后 并没有带出新的局面 投资者担心 宏达店成为下一个危险 台湾民众则在乎 王雪红对台湾最一个品牌 究竟抱着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智慧手机市场逐渐饱和 科技产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往后的远度都影响宏达店 是否能扭转乾坤 东山再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